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黄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独立特派员节目 正当大家准备要跨年的同时 两天前位在台北市南港区的一栋公寓 却发生了火警 原因是房东在顶楼加盖为鉴 用木板简单的隔出了时间哑房 结果一起火就不可收拾 有一个人不幸葬身火枯 而提到了这一种像是鸽子龙一般的房子 可能有些观众朋友马上就会联想到香港 在当地因为房租非常的贵 有部分经济能力比较差的民众 房子越住越小 其中有一些甚至只能够摆得下一张床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栖身之地 而过去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 在心态上总是觉得自己比亚洲各国高出一截 不过在政权移交给中国17年后的今天 香港情势有了明显的转变 今年秋天的占领中环行动规模空前 最高峰的时候参加人数逼近10万人 整个活动持续了79天 虽然战中一开始是为了争取特首珍朴雪 但是在政治因素之外 也有香港回归以来逐渐累积的种种社会问题 独立特派员在战中行动落幕之后 深入当地拜访港人口中的当房 但您看见这个昔日的东方之珠 光鲜背后的暗淡 为了抗议中国人大封杀2017年香港特首的珍朴雪 香港24所大专学校发起围棋一周的罢课活动 学生提出希望香港特首能针对珍朴雪的议题 与学生对话 却没有得到正面回应 引发罢课学生反弹 四天后罢课学生包围特首梁振英官邸 一个晚上的通宵对抗仍然没有获得回应 罢课效应阔籍中学 超过一千名中学生围堵香港政府总部大楼外的马路 学生无预警闯入港府总部前的公民广场 警方强势吃零 用胡椒喷雾制止强硬抬走罢课学生 双方爆发冲突多人受伤 警方的强势动作严重刺激香港社会情绪 政府总部旁边的天梅道晚间涌入上万群众 同样以争取普选为诉求的占领中环行动 原本计划在中国国庆10月1日才进行 为了声援学生也提早在28日启动 9月28日下午香港警方高举警告催泪弹的警示牌 随即发动催泪瓦斯及胡椒喷雾 抗议群众则以雨伞当盾牌 这幅散化对抗全副武装镇报警察的画面 不但震撼国际也开启香港雨伞革命的试取 叙迟背后除了香港回归17年来 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 更有东方蜘蛛对未来的奋战与徘徊 香港旺角区最热闹的弥敦道 被封住的大道上没有车流 却一如往常的人来人往 旺角这边它都是比较用木头 然后很多的想起来就是垃圾 其实都是香港继承的市民 他们用那个土法链制的 那个挡御警察来 这个根本就没有那个什么防御性的 他只是挡一下就不要让警察 直接就冲过来 让市民可以有时间久而已 不到两分钟就能被攻破的防线 守卫着旺角占领区 9月28日傍晚 香港警方寄出第一枚催泪弹之后 占领中环行动无法抑制的蔓延开来 除了中环金中地区外 九龙的旺角铜锣湾也成为一级战区 尤其是旺角防御线几乎每天都有变化 不知道为什么警察应有把这边拿下来 他不敢把金中线拿下来 他必须要先把旺角拿下来 然后他对那些基层的市民所用的暴力 是超出警察的武力范围了 所以整个变数是非常大 而且他每天晚上都会发生不同的变数 可能就是白天被警察占领回去了 晚上就被市民占领回来了 与警方速度攻防 站中活动的热度却丝毫没有降温 我们整个占领运动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不仅是我们的公民团体有很多的辩论 然后我们会走到市区里面 我们会跟市民去讲 为什么我们又有这个占领运动 我们已经退无可退 我们不想占领 如果政府能够在这个政改里面 有普选有民主去答应我们香港的需求 根本不会有占领的 每年7月1日香港都会有庆祝回归的活动 2017年普选特首是回归时 北京政府在香港基本法的承诺 也象征香港人期待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不过北京政府却迟迟不愿承诺 2017年港人可以透过公民提名 与普选选出他们的特首 2013年1月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戴耀廷 以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为题 投书媒体 指出要争取香港落实真普选 可能要准备杀伤力更大的武器 占领中环 这篇文章确定了示威者 必须违法长期占领中环要道 透过瘫痪香港政经中心 才能迫使北京改变立场 达到2017年特首普选的目标 经过一年多的预告 战中行动意外在催泪弹 与胡椒喷雾中爆发 而且有一发不可收拾的态势 我觉得背后是整个17年的一个 觉得很委屈 然后这17年呢 不管是从我们的普世价值 我们对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的那个坚持 最后换回来就是我们自己被砍 我们言论自由被收到很窄 然后到后来我们整个生活上面 不管我们租的 吃的 房屋的 整个一时住行 都完全被整个自由时纳 或者说的更严重一点 是中国共产党来殖民 然后整个香港的社会 已经好像不是香港人的香港社会 雨伞支架围堵起来的防线 吸引游客拍照 每一个按快门的动作 也似乎见证了香港回归时 马照跑 舞照跳的美梦 已经支离破碎 现在这个菜市场是民间那些街上是合法的 他们就流动了在这边摆 那从现在感觉最便宜的这些街市了 很多老玩家他们有两块钱坐车的费用 肉味价他们都会早上坐车来这里 早上这条街根本水睡不通 走不动 当了十几年的家庭主妇 位在旺角的长旺市场 是杨妹最常采买的传统市场 价格是吸引她最大的因素 有时候我们普通家庭就会买这些鱼 拿这些小鱼十块钱一份 有时候我们大人吃了会买这些小鱼十块钱 去煮酱油水 这样子能吃两顿 所以在其他菜市场根本买不到这些鱼 走过一个个摊位 即使在这个心中最便宜划算的市场里 杨妹依然要精打细算 黄昏的长旺市场 涌进许多像杨妹一样被收摊优惠价 吸引的民众 不过即使价格再便宜 也无法减轻杨妹的购物压力 好像我刚才买那两个红花鱼要36块 五年前在这里买是10块 豆腐以前是五毛钱一块 现在要是四块钱一块豆腐 所以现在价格就很大很远的 以前可以用30块开销一天 那现在我要100块去开销一天 因为100块也吃到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观察香港最近五年的物价都是走高趋势 对比国民所得 2010年虽然所得大幅成长5.3% 物价只有2.4%的增幅 不过前一年所得确实负成长 两者相比所得增幅趋近零 其后每年物价都紧贴所得涨幅 2011年所得涨幅更大幅落后物价 从近五年的数字不难想象 香港人民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喂 谁陪一会 你怎么出马 là 就是这个地方了 湯這個字在廣東話裡是割的意思 湯房則是切割出來的房間 在這邊是一個主室的地方 這裡就是十手間 沒有洗手 洗手就要在外面才可以 經過這裡就有一個小拼廳 它是存放一些木本 不知道它是怎麼樣 所以你看見有些架就是這樣 好了進來的時候 它這個就是廳還是房間 全都是在這裡的 樓上有人住的 樓下它就放牆 放櫃等等 市中心距離地鐵站大約十分鐘路程的頂樓加蓋 這間有獨立儲位的房間 牆壁上還留著小孩子的貼紙痕跡 看得出來原本的住戶是一個家庭 這個房間一個月租金要六千港幣 大約兩萬四千塊台幣 裡面也有了 你看看 現在這一間是這裡最小的房間 租金大約要三千多 這個房間 但是它沒有什麼也沒有的 要去煮飯 這個公用的煮飯的地方 它要放煮食爐等等的時候 在這裡煮飯 它要沖涼 大家都可以用 大家都可以用的 不是它一個人的 這裡就是它沖涼的地方 你看可以在這裡拉好了 就這裡沖涼 但是如果你還要去洗手間的時候 哪邊可以有地方去洗手間 但是這就是大家一起用的 但是一起用的 頂樓加蓋分割出來的房間 類似台灣的雅房 沒有衛浴和廚房 整個頂樓加蓋分割出 大約八個大小格局都不一樣的房間 現在房東打算重新整修 整修的方向是越迷你越好 你要看看它要幹大的還是小的 如果要幹大的 這個樓房可以幹 路間至八間左右 但是你一定要幹小一點的 要多一點的租金收入的話 可以賺差不多二十間 好多人需要小單位 因為它付不了一萬塊錢 它付不及啊 反正它五千塊錢 它小一點地方 三千塊錢 四千塊錢 小一點的地方 它可以啊 最主要是這樣 你就要平移給它 分割得越小 租金越便宜 對房東來說 房間數越多 租金收入也越多 於是香港出租房間的趨勢是 越來越小 越來越簡單 這裡已經有一個 杜拉的廚房 洗手間了 這對一般的家庭來說 已經挺好了 這樣已經挺好了 挺好了 你還要求什麼呢 獨立的衛浴與廚房 代表需要更多空間 而空間在香港是奢侈品 不是每個人都消費得起 爬上八層樓梯 有沛山要去拜訪福島的個案 先開蓮子 由木板隔成的房間 裡頭是一張單人的支架床 還有兩個櫃子 很難再塞下第四件家具 何先生一個人住在這裡 游沛山在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工作 這個協會主要是關懷弱勢者的居住問題 游沛山在協會裡 當了兩年多的社工員 她發現她的輔導個案裡面 有越來越多中年單身者 像是四十歲以上五十歲 他們可能就不容易找工作 因為經濟的轉型 所以他們再去找工作 可能老闆也不會提供很多很好的待遇 所以他們活在貧窮以內 九零年代之前 香港失業率基本維持在 百分之二以下 九七回歸後 失業率開始飆升 尤其在2003年 更創下百分之七點九 接近百分之八的新高紀錄 這幾年即使就業回穩 失業率也幾乎都在百分之四 左右的水準 而失業年齡 更集中在四十歲以上的中高齡 也讓游沛山輔導的中年個案 越來越多 就因為那個經濟的問題 他們只能夠負擔到 可能一千多元的一個租金每個月 就只能選擇 可能就是板間房了 所謂的板間房 就是以木板隔間的房間 基本上不會有衛浴和廚房 你會做飯嗎 你會自己做飯嗎 小小的廚房和衛浴 有六戶人家一起共用 你看一家裡一家裡一個包子 廚具都是共用的嗎 廚具都是共用的嗎 廚具都是共用的 自己的 你都自己 這是它 這是另外一個的嗎 這些東西都是私人的 這是共用的廁所 對對對 那廚具拿下來這裡 我舅舅就住那裡 我就把那個廚具拿下來這裡住 你說廚具在上面 上面那裡 所以下面就擺兩張 平常收起來 有些時候板間房的住戶會是一個家庭 通常這樣的個案會讓尤沛山更擔心 張先生張太住在這兒住多久了 住了三年 他們肯定有一個家庭成員 要負擔作為托管那個任務 所以就跟他們的就業上 可能有一些矛盾 特別對於婦女來說 他們托管的問題 沒有解決到的話 不能找工作 所以那家庭的脫離貧窮那個機會 也少了 還有就是很窄的空間 如果我們說要小朋友在家裡 很簡單的做功課 可能也沒有這個空間 窄小的空間也提高家庭暴力的發生機率 然而居住空間惡化的趨勢 在香港似乎再也回不去 拜拜 拜拜 我們過去一直在服務這個社群 可是我們看這個數字沒有什麼改善 其實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沒有改善就相對來說 社會在進步 可是那個房屋的問題現在還是一樣 沒有什麼改善 所以也是說嚴重 協會牆上的簡報呼應著香港物價房價 就業目前嚴峻的情況 自理行間感受不到太多幸福 我們住在沙哈 因為是東鐵的貼路原先 是他們購物的很重要的地方 那很多地方 其實是很多藥房去開門 開門這個藥房 但是你是買不了這個東西 鍾婉儀家住在地鐵東鐵線沙田站附近 東鐵北邊最末端就是羅湖站 再過去就是深圳 鍾婉儀說東鐵線的名產是藥房 尤其是羅湖前一站上水站 整條街超過一半的商家都是藥房 上水車站的蓮外天朝上 往車站的方向擠滿大包小包的人潮 幾乎人手一包尿布或奶粉 零食和飲料也是一箱一箱的出現 還有人推車上市一整車的日用品 就是小朋友用的東西 便宜一點 你從哪裡過來 深圳 深圳 可是後面要車前滑的來嗎 你還要搭車過來 我小孩子用自己會覺得放心一點 出車站的人潮大部分則推著空的手提箱或推車 隨便比較慣囉 家庭用品 你們從哪裡來 從深圳 從深圳那坐車滑算嗎 還有滑車錢 滑算啊 便宜 除了上水站 附近的街道每隔兩三步就有一家藥房 在香港藥房販售的商品繁多 不但類似台灣的藥妝店 食品日用品也很齊全 雖然從深圳到上水站 車錢要40元港幣 不過目前匯率大約是80元人民幣 可以兌換100元港幣 光是匯差大約就是打8折的價錢 加上香港的商品把關保證 以及1000多型的方便 許多深圳居民跑香港就像逛菜市場 香港與深圳如同半日生活圈 所謂的雙非嬰兒是指父母雙方都不是香港居民 卻因在香港出生而能在香港居留的嬰兒 根據統計2001年到2011年 獲得驅港權的雙非嬰兒超過17萬 2011年甚至引發遊行抗議 為了抗議中國 每年有成千上萬的孕婦到香港柴子 壓縮當地的醫療資源 港人份兒走上街頭 鍾婉儀說 當年大女兒為了和雙非兒童 搶幼稚園入學名額 不得不報名7所幼兒園 除了醫療與教育資源被壓縮 畫風一轉 她又憂心起孩子的教育問題 在我們長大的時候 在指紋底 她推薦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 她要我們學習怎麼做一個公民 那你也尊重別人 譬如說講這個人權教育 但是現在人權教育已經沒有了 沒有拿學校去教 反過來他們要談這個愛國教育 怎麼愛 愛國就是愛共產黨 我覺得挺擔心的 譬如說 就算我們在吉雲迪 那個時候的教育 不會要我們愛這個英國 她還是照比較普世價值的情況 尊重別人 講這個人權的這個情況 但是現在是很冷酷的 我有一點怕 譬如說如果她想學學 某一點的時候 她用的 她當我對話的時候 譬如說她批評我不夠愛國的時候 我應該怎麼跟她談呢 我 我有一點怕這個情況 反國教聯盟決定將抗爭活動升級 除了無限期絕食 還準備推出一系列不合作運動 包括在中共召開18大期間 發動全港大罷課 2012年香港回歸15年 香港政府計劃在學校推出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內容主要是為了加深對中國的認同 被香港民眾批評是洗腦教育 引發抗爭 雖然最後國教沒有上路 但是親中的概念還是滲入教育裡 如果在香港之前吃 我們能吃雪糕 雪糕就是冰淇淋 但是這裡要照的時候 它的用語是冰淇淋 就是要怎樣一個用語 譬如說冰棍呢 我們叫雪條 雪條但是叫冰棍呢 果凍我是Janny 我會說這個Janny 沒有這個用語 但是現在已經轉過來 在愛說普通話的教材裡 充斥許多和香港不一樣的用語 許多用詞已經轉向和中國接軌 而在中晚以小女兒念的幼稚園裡 更可以看到愛國教育從小 札根的影子 這學期發下的趣味活動字彙表 名列著我是中國人 中國是我們的祖國 相親相愛 互相幫助等詞彙與句子 他回香港的時候 我跟爸爸說是回香港 他們說回中國 中晚宜有兩個女兒 在中港疆界撤離以及教育洗禮下 要回的家到底是香港還是中國 界線已經越來越模糊 兩年前黃敏忠因為工作的關係 必須往返香港與深圳 一度搬到深圳住 沒住多久時間又搬回香港 問起黃敏忠 到底是哪些文化上的不適應 其實很多都是生活上的差異 像你去麥當勞吃東西排隊 我們都是很正常排隊 那他們就很喜歡 一進來就插進去 要什麼什麼 然後你跟他說的話 他就會反而又罵你 你在走個商場 有一個小孩子突然間脫了褲子 然後再尿尿 然後差一點就弄到你 你跟他說這樣子不好的話 他沒反應 然後周周人都沒反應 覺得很平常的時候 你就覺得好像我在這個地方 好像是好像一個外星人一樣 在網路上輸入港鐵罵戰 立刻出現一堆影片 中港兩地的生活習慣與文化差異 使得港鐵罵戰成為香港回歸後的特殊風景 小孩子我們內路不來了 重新小孩子重新出氣啊 這則中國遊客在港鐵內 與民眾爭執的影片 在網路上點閱次數超過十萬次 歸結中國遊客與港人爭執的三大原因 包括在地鐵內吃東西 公開喧嘩以及不排隊 香港大學在2011年做過一次民調 香港人最討厭的對象 第一名是菲律賓人 第二名是大陸人 第三名則是美國人 調查前一年剛發生菲律賓巴士劫持事件 二十名香港遊客遭瑕疵 最後以巴士七傷落幕 港人反飛情緒高漲 即使在反飛情緒中 大陸人被香港人討厭的程度 也僅次於菲律賓人兩個百分點 混亂沒有秩序幾乎是港人 給中國貼上的標籤 還在念大學的葉俊豪 對大陸話最深刻的感觸就是 他必須放棄他曾經很喜歡去的一些地區 之前旺角 銅鑼灣這些地方 都是香港經常 特別是我們年輕人 經常會去逛的地方 但是我自己 我自己現在沒有去那些地方 因為人太多 而且那邊人都不是我們香港人 是很多也是內地人 如果混亂脫緒是香港人恐懼大陸化的菁英 原因則是發生在80年代的一場歷史事件 對香港人來說就是很震撼你 現在的一個現代化的政府 還會對人民做那麼大的打壓 1989年6月4日 天安門事件不但震撼國際 也讓香港人對北京政府更戒身恐懼 六四因為那個時候死了很多人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從天使上看得很清楚 就是北京的一個射性的鎮壓 所以很多人都不能亡掉 特別我們每年都有紀念的活動 六四就代表一個一黨戰爭的政權 其中一個最恐怖的把人權就是 對於大陸化香港有許多說不清的恐懼與抗拒 然而同樣是回歸 臨近的澳門卻有不同的心情 在香港鋪天蓋地的戰衆行動中 卻離香港只有一個多小時傳承的澳門 顯得相對平靜 我們跟香港不一樣 香港就是在英國統治底下 其實有一個蠻進步的一些發展 在回歸之前 但澳門不一樣就是葡萄牠政府 幾乎是不會很管澳門的事物 在澳門出生長大 到台灣念書後 又回澳門做NGO工作 蘇家豪說回歸對澳門來說 最大的不同就是開始有人管 回歸前大概一兩年 澳門的治安是非常的差 因為很多 譬如說賭場的一些勢力 或者一些黑社會的勢力 回歸之後 一個很明顯的改變 就是治安慢慢變好 我想是因為很多的勢力 在中國的統治底下 都慢慢收起來 在獨牆裡面自己在找利益 不敢再出來 把這個社會搞得很差 有人管也帶來歸屬感 而這份歸屬感 其實早在葡萄牙消極治理的殖民期間 就已經生根 復聯就是其中一個我們叫親中的一個 他們叫愛國的社團 所以他們自己會開一些托兒所 這樣的一些民生的事務 來他們也透過這樣的一些機構 來收集很多會員 來把他們的力量壯大這樣 葡萄牙消極治理澳門 一些公益性的業務就由民間社團包辦 而這些社團都有親中色彩 他們就比較很反對葡萄牙政府的 幫北京的發言的 在澳門發言的一個這樣的角色 所以在回歸之後 他們在澳門的地位也是蠻高的 每年得到政府的補助也是非常的高 這個就是一個福建同鄉會的總部 建澳聯盟隱含著建設澳門 與福建澳門的雙關語 回歸後除了傳統社團 同鄉會的出現也加深澳門與中國連結 除了情感上的歸屬 回歸後 澳門人在物質上也得到補償 從2003年那個自由行開放之後 其實很多的中國的遊客 來澳門去娛樂也來這邊購物 所以說在經濟方面 從2003年開始慢慢去增長的速度也很快 尤其是2004年是第一家美國的賭場在澳門那邊開業 從那時候開始其實澳門就變得不一樣 從以前的葡萄牙統治底下一個很安靜的一個小城市 變成一個國際的一個賭城 到最近這一兩年那個收入也超過拉斯維加斯 現在是他們的七倍 從精神到物質 澳門人在回歸後都得到滿足 大概2009年以前都是很快的 大家都享受那種經濟的快速的增長 而且在2008年開始 每年澳門政府都會發這個現金 他們就是說這個分享經濟成果 因為我們政府的一個收入裡面 大概超過八成以上是一個賭場的稅收 所以佔的是非常大的一個比例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澳門人那時候就覺得也不錯 因為全世界其實也不多這樣的一個政府會直接發現金 從激進走向繁華 是澳門回歸後的腳步 對澳門人來說 中國不是過客 而是歸宿 上班時間小攤子前簽名聯署的人潮落意不絕 我們有三個要求 環路移民 恢復秩序 維護法治 香港經濟發展 什麼民生啊 什麼都不好 雖然我上班的地方都不在李敦大會裡面 但是我感覺每天看電視 心裡都窩囱不舒服 看見香港怎麼可能這樣的 不可能是愉快的 和諧的 青中旺角等地的佔領行動依然持續 主要道路封鎖 交通必須改道 受影響的商業區甚至自嘲快要變成失業區 影響所及民間反戰中的分貝也越來越高 我們香港人是愛好這個和平 我也支持這個民族 我也支持這個自由 不過他們的這個 霸佔這個功勞是不對的 為什麼你們認為霸佔這個路是不對的 是對您的生活或是造出了什麼影響嗎 它在各方面有影響 例如上班 出街 還有很多很多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在我的朋友裡面有很多都不會贊成的 香港是我們的家 我們要將它和平 將它一個經常的生活 它有什麼理想我不管 但是它影響我們的生活就不對 影響生活是出什麼呢 那這年所有的地方 將我們的影響正常的生活 已經打亂了 長達一個多月的戰中行動 開始考驗香港民眾的忍受力 在代表色黃色之外 其他顏色陸續出現 引然一股不和諧的氛圍 你剛才說的濕烈分裂真的已經發生 在香港發生天安門事件 對北京的政治上的代價太高了 因為香港是一個它一定要 依靠的國際經營中心 所以它用的手段可能就是用 就是先動香港內部 來打其他的民主派的支持者 我覺得未來香港可能有一段時間 就像你說的是勢列吧 但是我覺得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然後我覺得必須要 香港必須要去就一些 我們香港未來的重要的議題 是又拿出來談 大家用不同的角度談過 然後去摸搜一條 香港未來有久的路 那香港人會更加團結 所以不擔心就是勢列 我覺得不擔心 我覺得香港人這個勢列 還是有限度 除非是別有用心的政權 在那邊搞破壞 戰中行動一啟動 在NGO工作的劉嘉儀就搬到帳篷內辦公 一開始她根本沒想過 這個流動辦公室要支撐這麼久 你們之前有想過這個活動 會弄得這麼長這麼大嗎 沒有啊 與其我們佔領的活動 就可能就是 坐下來然後被警察抓 我們也沒有想到警察 既然會出動八十幾個出雷彈 然後把我們香港的民心都打破 然後把香港人的感情都打出來了 然後那八十幾個出雷彈之後 全部群眾都自發出來 然後就站在這個政權前面 就說我們要普選 我們要民主 佔領行動超過一個月 無論是規模與時間都打破台灣太陽花學運紀錄 也超乎香港社會預期 最重要還是政府要給一個正面的回應 這個正面回應不管 你說馬上給我們普選 還是有一個時間表給我們普選 還是我們的公民提名是怎麼樣 還是你再補一個報告回去給人大 這個是政府一些具體的行動 具體的回應給我們 我覺得才可以有一個更好的落幕 因為你看這邊的群眾都是自發的 他們只求一個就是一個答案 三大佔領區 每天依然有許多群眾聚集 有人提供物資 有人協助救護 更有人只是站著位子表示支持 然而隨著時間過去 香港政府仍然以拖自覺回應 什麼都沒有 好像我們白癡一樣就待在這裡 他好像沒有看到 每天在這邊上班都沒看到我們一樣 那我覺得如果政府不再正視人民的意見 不正視人民的民主訴求的話 我覺得就算離開也不算落幕 然後我們這個運動的落幕 是直到香港有一天真的有民主普選為止 香港政府以拖待變 戰鬥群眾堅守不退 這一場由民怨以及中港矛盾匯聚的癱瘓行動 如同僵局焦灼著香港2014年的冬季 中文蜘蛛 中文字幕晶賢 中文字幕志愿者 黃金的再發